新北市卫生局抽验清明节应景食材 就是事件当中就有9件不合格 而豆类制品就占了6件 其中3件验出了防腐剂、本甲酸操标 而另外3件则是检验出不得添加的杀菌剂过氧化氢 查出的违规食品通通都已令其下架并且开阀 清明节即将到来 新北市卫生局抽验应景食材共94件 发现有9件不合格 包含了香菜、苹果、奇异果以及豆干等等 其中以豆制品为最大宗 就占了其中6件 94件这次的一个抽检验的总量94件里面 这次的豆干类确实风险比较高 总共94件里面有6件是跟豆制品有关的 包括5个是跟豆干的 另外一个是素鸡是豆制品 在6件不合格的豆制品当中 有3件检出防腐剂本甲酸过量 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许超成表示 本甲酸是常见的食品防腐剂 规定每公斤不得超过0.6公克 这次查出的不合格商品都超标许多 另外3件则是检出有不得使用的杀菌剂过氧化氢 使用过量恐怕会危害健康 如果以危害性来讲 过氧化氢的危害性相对是比本甲酸还高 过氧化氢如果你长期有接触有使用的话 其实有研究报告它是跟胃癌有关系的 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许超成呼吁民众 像是蔬果就是要尽量多冲洗 而像是豆干素鸡等豆制品 食用前也最好要用煮沸的水烫煮过 以确保食用安全 因为它做好了添加的防土剂超亮 然后你直接就切下去吃了 除非你是这样 或是跟它切丝切块 就交到轮变里去吃 除非你是这样干 不然我们是建议 像这个东西过水水把它煮一下 因为你如果用热水煮的话 像过氧化氧 你用热水煮的话 其实就会把它被剪掉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这次查验出的违规食品都已令其下架回收 并且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开罚 或移请各所辖卫生局依法处办 记者陈小淡超方奇 新北市采访报道